7月20日 山西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 原中国营监会山西监管局党委书记 局长张安顺被查 19日 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原党组书记 局长靖辉落马 山西省纪委监委一口气发布了三个金融系统官员被查的消息 分别是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 理事长崔联慧 原党委副书记 副理事长 主任邢亮喜 原党委专职副书记 副理事长王忠泽 而靖辉与崔联慧 邢亮喜 王忠泽四人都是在2020年6月被免职 公开简历显示 靖辉与张安顺是河南老乡 两人都曾在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及银监会系统长期任职 靖辉1969年升 河南渝成人 2010年10月至2018年10月任山西银监局办公室主任 任山西省政府金融办党组成员 副主任等 2018年10月至2020年6月任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党组书记 局长 靖辉其工作单位是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负责金融工作的组织协调 牵头负责地方金融机构的经营业绩考核 指导改制重组和协调服务等 与银监会山西监管局 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工作 交集颇多 7月20日 大陆财新网已标题 打掉金融黑三角 山西农信社123把手 及金融局局长均被查 报道说 目前银行业曝露的风险说明 个别中小银行股权治理混乱 地方监管 猫鼠一窝 现在要坚决打掉由内部人 腐败官员 不良企业相互勾结形成的黑三角 据微信公众号关海内参消息称 有知情人士透露 金融在6月初被免职时就已经出事了 家里被发现藏了4亿元人民币的现金 超过了此前落马的中共国家能源局 探梅斯副司长魏彭远 当时其家中发现2亿元现金 而后来被判死缓 知情人士还透露 晋辉的弟弟晋阳也牵涉其中 晋阳是其哥哥晋辉的白手套 干皮条克的活 给山西部分企业跑融资 挣回扣 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原主任行量喜 家中被发现藏有1000万美金 2019年4月 山西金融监管局两名处长同日被查 分别是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政策法规处处长关小光 和金融稳定处处长 严建国 两人均是晋辉的老下属 并在他的任内获提拔重用 时政评论员李燕明认为 中共北戴河会议前夕 山西金融黑三角五名官员 在被密集查处 折射另计划落马后 山西官场至今人黑目重重 山西官场新一轮清洗运动 牵连江泽民、曾庆红集团操控的多个领域 攸关香港局势与北戴河会议高层博弈态势 后续政治效应仍在发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